辣椒很普遍 这糊涂碧线种的辣椒有什么特别 我们就通过绿色的种植方法 我认识它最后生产出的辣椒是绿色的辣椒 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该怎么好好喂牢它们 清炒是奶牛的主食 牧血是奶牛的肉 广告之后农广天地即将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糊涂碧一词源于盟语 寓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 糊涂碧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说到新疆啊 那里的美食可是远近闻名 而我们的摄制组来到糊涂碧 就要寻找一种不寻常的美味 一起来看一下 糊涂碧的一天 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 牛骨丸子汤开始的 厨房里 大厨和小二的忙碌 只为这座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小县城 增添一份特别的味道 吃到停不下来 恐怕是食客们对厨师的 最佳褒奖了吧 瞧 这位大哥已经深深地 被这碗香喷喷的 牛骨丸子汤吸引了 一个美食可以让你爱上一座城 随着时间慢慢划过 小小的饭馆里 越来越忙的小二 喝着独特的糊涂碧味道 为美好的一天 拉开序幕 品尝过糊涂碧的味道 我们准备发掘 糊涂碧给我们的宝藏了 这里呢 就是距离糊涂碧县城 七十多公里以外的 天山深处的百里丹霞地貌 一望无际啊 这种地貌呢 以褶红色为主 还有青蓝色 草绿色 淡黄色 等装点着这些百丈山崖 今天咱们的小熊 要干一件靠谱的事 那就是带我们去拜访一种 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植物 它就是辣椒 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 光是辣椒这两个字 就是一份诱惑 感受着味蕾被它的火辣迅速点燃 一瞬间 仿佛所有的烦恼 都被它的热情燃烧殆尽了 辣椒是人类最喜爱的植物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它们在人类心中的地位 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几乎都能看到辣椒的身影 到五花八门的长相 和五花八门的品种 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辣味 几乎征服了全世界人民的味蕾 但是辣椒还告诉我们 单纯的被人们喜爱 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 人家在全球美食界的流行时间 已经超过五百年了 那糊涂壁县 种植辣椒有什么优越的条件 首先地域 气候 环境都能保证 第二个 从我们栽培这一块来讲 我们就通过绿色的种植方法 保证它最后生产出的辣椒 是绿色的辣椒 技术人员所说的 绿色种植的方法是什么呢 别着急 这也就是我们一到糊涂壁 就来看辣椒的原因 要说起这辣椒啊 可是位挺娇贵的主 您别看它们平时性格火爆 一言不合就辣得你眼冒金星 其实它们挺脆弱的 辣椒家族的成员 几乎都爱生病 还总招小虫的惦记 糊涂壁人有啥高招 把它们种好呢 我们这个糊涂壁县 首先就是说它的气候 在冬天气氛相对来说比较低 有些就是说内地容易发生的病虫害 在我们新疆不能完全越冬 所以它能够完全在糊涂壁县产生的病虫害 相对来说少一点 而且夏季气氛有数又比较高 所以在病虫草害的防止过程当中 我们相对来说 就是说要省心省力 要轻松一点 地处内陆的糊涂壁 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 冬长夏短 冬冷夏热 年平均气温只有6.7摄氏度左右 冬夏之间的温差很大 这样的环境对于很多病毒 虫子来说都是灾难 但是对于春种下收的辣椒来说 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了 成功地帮它们屏蔽掉很多病毒 小虫的骚扰 还有180多天的无双期 给了果实充裕的成熟时间 所以能把辣椒种好优越的环境 功不可没 然后呢 我们采用抗命品种 它们可是地地道道 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啊不 应该是新疆辣椒 它们是新疆人民为新疆土地 量身培育的新品种 不止抗病还抗寒呢 辣椒的生长对于温度的要求 也是很高的 低于15摄氏度 它们会拒绝发芽的 精心的管理和培育 换来的是丰富的回报 快到收获的时间了 人们在田间体会着丰收的喜悦 实际收获嘛 我们在一亩地 按照保苗注数达到八千栋以上 木材湿辣椒的话 就是新鲜辣椒 新鲜辣椒 一般的就是说四吨到五吨 最高能达到八吨 还有更高的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这里是忽图碧县的一个辣椒合作社 合作社在成功种植辣椒以后 还带动周边农民一起种辣椒 很多年之前应该是自己种植 现在加入这个合作社之后 跟原来有什么变化吗 加入合作社肯定人人多嘛 销路广 你要是前几个种 就是销路没有现在广 信息也不灵通 现在信息也灵通 它会提供很多的销路是吧 那今天这位大哥来 是受您的辣椒是吗 受过的辣椒 我问你这个大哥吧 那您合作这么多年了 他家的辣椒送到市场上之后 这个环境怎么样 销量怎么样 销量可以 可以啊 您觉得是为什么 相对来说 它的辣椒就是说 比较晚一点吧 所以辣椒头了 价格怎么样 价格也可以 一年的心情 换来丰收的喜悦 喜在田间地头 悦在美味纷飞的舌尖 如果你问一个新疆朋友 喜欢什么口味的美食 十有八九 他都会告诉你 咸和辣 是他们饭桌上 不可缺少的主题 合作社的大哥 今天请我来他家里 吃这里的特色美食 但是就上了一个辣椒炒肉 我经常吃啊 怎么就一份呢 一份 还有啊 辣蛋 希腊蛋 这希腊蛋 究竟是来自希腊的鸡蛋呢 还是希腊的鸡下的蛋呢 西红柿辣椒炒鸡蛋 就这俩菜啊 啊 这就是谜底啊 看着桌子上 仅有的两道菜 小熊纳闷了 这算什么特色呀 有什么主食没有啊 主食就是面 我上面 面呢 我吃这个 这什么特色呀 西红柿炒鸡蛋 辣椒炒肉 新疆辣椒炒肉 哇 很有筋道 这么宽呢 这是面吗 是啊 你吃吃 很香的 怎么会这么宽呢 你们平时就这么吃吗 宽的也有 贼的也有 今天来现场 你尝尝宽的 这拉条子 可是著名的新疆特色 很多人都听说过 新疆拌面 说的就是它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拌面是吗 对 要把菜放到里面 拌到面里面 然后里面草 用吃起来很香的 这俩菜咱俩怎么分啊 你吃这个 我吃这个 随便吃 就可以两个都放到里面吃 放到一块吃也行 味道不差 你喜欢吃哪样的 吃哪样的 只要一块吃都行 那我先尝尝吧 好 很香的 看着很吓人的 您先来 您先来 好好好 两样的都拌一点 吃起特别有味 其实我是想跟你学学怎么吃 好 就这样 直接就放进去了 好 这样放进去了 白用 搅拌一下 吃起很香 这个辣椒 不是特别的辣 但是有一股辣味 辣香味 单独吃这个面 我觉得应该是 比较单调 也没什么味道 但是单独吃这个辣椒 也不过瘾 所以两个这样 搅拌起来 中和一下 这个味道 真是香 拉条子 拉条子 早在四千多年前 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 人嘛 要个面面子 吃面 打上个卤卤子 过年 要炸油果子 贵客来了 拉条子 这首打油诗里 就可以看出 新疆各族人民 对拉条子的喜爱 地下水 轻注饲料 高营养的木许 这里的奶牛 待遇可不低 每股牛在天气 天气 生活费在八十多块钱 积奶怎么能最大限度地 控制细菌的数量 当天气得不超过二十多次 必须要进场 农户把自家的牛 放到托牛所 不收服务费 还能拿到分红 因为规模上去了 它的成本会降下去 香飘忽涂壁 农广天地 稍后继续播出 感受了忽涂壁 辣椒的辣 接下来 就要闻一闻 这儿牛奶的香了 忽涂壁 是我国重要的 奶牛养殖基地 作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 从奶牛养殖业 到乳品加工业 都在朝着 现代化 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 也更具备了 安全标准的 生产管理过程 我看见这些牛 个头都特别大 它应该是属于什么品种 来源于哪 这个就是 主要用我们 就是叫这个 赫斯坦 但是我们 中国人有种 就是北京花 北京花 是跟着它的外观 来讲的 面对奶牛 很多人都会纠结于 公奶牛会不会产奶啊 不能产奶的牛 也能叫奶牛吗 等问题 其实 那些迷茫的朋友们 就是混淆了奶牛 和产奶的牛 两者的概念 我们说的奶牛 是指乳用品种的牛 包括公牛和母牛 母牛的主要职责 就是产奶 公牛的主要职责 就是配种和肉用 公牛不会产奶 而产奶的牛 自然是只有母牛 会产奶了 我看这些牛都在喝水 而且我听见那边 有流水的声音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这个是 就是我们这地下水 我们自己打了一个小井 然后自己搞了水塔 然后它就自带水 这样就满足这个牛的饮水 它这个喝的就是 我们这全是我们自己搞的 就是搞了浮球 浮球的 浮球的话自动性 水到已经全部它就上来了 然后就下去了 自动饮水装置 可以保证牛儿们 天天都有干净的活水喝 有了这自动流水装置 和一百多米的地下水 奶牛们 饮用水的清洁和卫生问题 就不用饲养员们 花太多力气了 为了让牛少生病 少看医生 各个环节的消毒 清洁的工作 都不能偷懒 光看到这些牛喝水了 没看到它吃东西 嗨 这小熊 来到了小牛的家 那可是看啥都新鲜 为了满足小熊的好奇心 主人只能带着小熊 去牛儿的食堂转转了 扑涂壁的奶牛这么有名 他们家的厨房里都有啥呢 哇塞 鸭子真结实 掰都掰不下来啊 哇 它有一股这个 苹果味吗 有三米的 苹果味 还是有一股 酒糟味 清香的味道 尝一尝吧 哈哈哈哈 一来到小牛家的厨房 小熊吃货的本质 瞬间暴露了 不过这小山一样的口粮 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要把小牛们的口粮 摆成这个造型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清楚之后 一层 用铲车 一层一层往下架来 十六七栋铲车 一层一层下去 然后用酸料包包盖上以后 让它发酵 这个发酵要有多长时间 这个发酵 一般情况下 就在十天左右就发酵了 这个清楚对牛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让我们来说 就跟我们新疆吃的辣条子一样 只能 发酵后的轻注料 味道更符合牛儿们 对美食独特的审美 这种独特的味道 更容易刺激他们的食欲 另外 在发酵的过程中 微生物也可以把有毒 有害物质降解 保证牛儿的食品安全 而整株玉米加工而成的 轻注饲料 保证了奶牛 对优质纤维的彩食需求 刺激流味的返厨 不知道这牛儿们 每天看到这堆成山的美食 会不会很幸福呢 而这还只是他们幸福的一部分呢 社长这是什么呀 这个又是木许 这个木许 蛋白含量在17以上 接近18 那天我们测的 接近18 这个木许 我们奶牛来说 就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就跟我们新疆人吃的辣条 吃肉一样 就是奶牛的肉 这相当于奶牛的肉是吗 对 那我现在是可以这么理解 清楚是奶牛的主食 木许是奶牛的肉 这个麦子结杆呢 就属于它的小凉菜了 是吗 全了 还有地下水 这一个套餐多贵啊 一天得多少钱呢 我们的米肚牛嘛 米肚牛在一天的生活费在80多 80多 比我吃的还好 木许草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可消化的营养成分 能达到70% 因此被人们称为牧草皇后 是奶牛不可缺少的重要口粮 就像大哥所说的那样 在牛的世界里 就是它们的肉 可以说 奶牛的饲料 对牛奶的质量 起着决定性作用 利用饲料来调控牛奶的质量 有直接高效的优点 优质的青肝草等粗饲料 可以提高乳汁率 合作社用自己种草的方式 保护奶牛的菜篮子 奶牛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之一了 那么这些牛奶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呢 挤奶了之后 我们就是想要把牛赶进入挤奶厅以后 第一步要跟牛进行药育 就放进去药育 药育完了以后 就三把奶挤完以后 要擦拭 擦拭干净以后 清晰的来 然后再次特别 挤奶前后的药育和消毒 是保证牛奶健康安全的最基础的工作 这点我们知道 可是为什么要把前三把奶扔掉呢 人们经过研究发现 扔掉前三把奶会延长牛奶保鲜的时间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前三把奶中 细菌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随着挤奶时间的延长 这些微生物的总数就会下降 刚挤出的牛奶 温度大概在三十摄氏度左右 这个温度是细菌最喜欢的 如果不把前三把奶扔掉 会大大提高牛奶中细菌的繁殖基数 缩短牛奶保鲜的时间 牛奶在运输过程中 保温车始终使牛奶保持在四到五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环境 抑制了细菌的繁殖 同时还为把新鲜的牛奶送到消费者的饭桌上 争取了时间 那么鲜奶进入现代化的生产线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 牛奶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从传说中的原料奶变成我们熟知的样子 不过这个旅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艰辛的 首先他们得完成几十项体检 经过杀菌消毒等的环节后进入加工 当他们再次面对世界时就有了不同的身份 在这牛乡 奶牛们还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 在我身后是湖图壁县的一家拖牛所 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家拖牛所 但是这里的拖牛所又有什么特色之处呢 现在大家就跟我一起进到里面去了解一下情况 拖牛所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养牛方式 就是把农户自家的牛放到拖牛所养 拖牛所需要提供各种硬件和饲养技术等 然后按牛的投数收取服务费 奴户可以每月领取奶费 解决了单独饲养时 饲养条件参差不齐 成本高 产品销路难等问题 而这湖图壁的拖牛所有什么特别的呢 应该说拖牛所就是说我们这应该说和别处可能还有所不同 因为我这个拖牛所模式叫全拖模式 全拖 对全拖模式 也就是说农户在把这个 就是我们合作社内部成员把牛拖到我这之后 未来五年的时间 他和这牛的关系是断开的 也就是说未来五年时间 这个牛的僧老病死由我负责 但是经营所有权也是我的 在这过程中他不参与管理 我呢然后每年呢负责给农户三千元的分红 五年之后呢还给他负责返还一头新的投胎生产母牛 与别的拖牛所不同的是 这里的拖牛所不收服务费 还给牛主人分红呢 每年有固定收益 自家的牛不受损失 牛还不用自己养 听起来对于养奶牛的农民们来说是件好事 但对拖牛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样的经营模式是一次目光长远的精打细算 第一个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我实现了集约化和规模化 从这个成本的角度上来说 因为规模上去了 它的成本会降下去 其次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因为集中起来了 我这有更多的能源 那么我再和这个企业区 对接的时候 那我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 不像不会像散户一样 踏200公斤里300公斤 到最终结果就是淡忘剂 非常明显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待 随着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食品加工企业从农户手中 收购散装牛奶时 越来越谨慎 面对这样的现实 这种节约成本的现代化养殖 似乎就变成一种趋势 把牛养好以后 托牛所所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牛奶销路的问题 他们和其他托牛所一样 选择了和乳制品加工企业合作 大型企业对每一批鲜奶 都有几十项检测 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 为这个刚刚成立的托牛所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但这个特别的托牛所 却不想就此满足现状 我们自身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创 就是探索这个怎么 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的牛奶 有自己的效路 比方说现在呢 就是说我已经在我们胡鲁比县 开了第一家奶巴 同时在乌龙七呢 也有一个小团队 也在去做这部分析 是直营的吗 对 直营的鲜奶巴 效果怎么样 效果挺好的 大家反应如何 对我们的牛奶品质非常认可 可以说在胡鲁比 就是说我们的现行的奶巴 口碑已经出去了 基本上知道的人都会输大美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产品要达到绝对的品质和安全保障 就离不开科学的饲养管理 以及严格的乳制品加工 生产者只有做到 守护每一滴牛奶的安全 才能赢得市场 也才能赢得效益 好了 本期能往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